他帶他去看白川鄉的小屋 他未必記得 他在鬥索上 但他記得有幾天 他跟爸爸媽媽一起 飛去其他地方 住在另一個家裡 住在酒店 他會記得這些感覺 都去了十幾次 最先是去台灣 他去沖繩 都是日本為主 最初還有四角 復光 六五島 兩歲後 帶他去西班牙 塞班島 關島 越南 在香港出街 跟他去旅行差不多 香港周圍很多人 發生現在機票這麼便宜 不如跟他走幾天去其他地方玩吧 其實很多爸爸媽媽 去頭一兩次旅行 都會去到吵架 去嘗試一下有什麼方法 可以改善一下那個方法 流程 令到大家輕鬆一點的話 那整件事會舒服很多 我們盡量安排的行程 都是貼近我們兩個 就算只有我們兩個 都會去的地方 我們傾向他 帶他去外地 體驗另外一些東西 跟他在關島 帶他去看海豚 帶他去遊船河 帶他去釣魚 台灣我們看一些騎術show 看一些表演 其實我們都會帶他入場的 小孩子去到 他最主要都是希望可以跟我們一起 不一定就只是玩親子活動 因為例如 好像去明古屋那樣 你一月二月去 你是去看電燈 看法川鄉 你沒有留意因為怕他冷 或者怕他不適應 那就不去 去西班牙 你是會去鬥壽場 那些你就不要怕曬 或者怕什麼就不帶他去 所以很多時候聽行程 那些地方你是去看那些東西的 都不會說走了 所以不去 去旅行是要覺得舒服的 應該太過臭小孩子的模式 我們吃什麼他就吃什麼了 可能我們吃咕咚 意粉飯 他就跟著我們吃 去旅行就不要太介意 吃薯條 漢堡包 吃樽糊 如果你是很緊張 很介意 就很難可以跟你去那些地方 即是太過執著他要吃什麼 其實你也會有一種壓迫 你會覺得 為何我找不到那些東西給他吃 這樣會令整件事變得辛苦了 如果你覺得他忘記 那難道你有什麼都不做嗎 一起你會拍很多相片 拍很多影片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共同的回憶 你問他坐Aeroving去哪裡 他就會搭你去西班牙 去日本 他自己都會很喜歡 經常幾次坐Aeroving 你們會覺得他忘記 但其實他很多東西 他都會記得 大笑 西班牙 誰是Aeroving 其實寶儀都很喜歡去旅行 經常掛在嘴邊都會說 坐Aeroving去旅行 何時去日本 因為他知道每次一去旅行 他就會 叫做24小時就擁有了父母 有人會帶他去不同的地方 見不同的東西 因為很多人的眼中會覺得 零至三歲是 常常要抽仔 晚上又睡不到 帶他去旅行 我們去得很密的 變了這幾年的時間 其實過得很快 我們都會覺得很開心 好呀